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人远被金鸡奖甩开 本届金像奖红毯设置在维多利亚港 规模和阵容较往年继续缩水 所以整个红毯也显得星光暗淡 连任八年金像奖评委会主席的尔东生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憔悴 他在采访中直言 自己一直想退位 无奈始终没找到适合的人选 这也是整个金像奖的缩影 如今香港电影领域青黄不洁 人才断层现象越来越明显 只能靠一众老戏骨硬称 黄子华 钱珈乐 林宝仪 红金宝 冯德伦等人分分亮相 成为红毯的门面担当 各大电影班奖礼 红毯往是女明星的必争之地 大家拼造型 比高定的现象随处可见 而金像奖的红毯则显得冷清得多 出席活动的女艺人一个比一个低调 林熙磊一身黑色纱裙 尽显端庄优雅 谁能想到她已经是快要五十岁的人了 只能说岁月不败美人 一个人的气质是藏不住的 无论她的装扮如何 魅力会由内而外自然散发出来 因正在德国拍摄芯片寂静的朋友 梁朝伟遗憾没能出席本届金像奖 刘嘉玲只能单独走红毯 她一袭吟白色抹胸长裙亮相 大气端庄 自信从容 与刘嘉玲同时期的女星几乎都隐退了 年龄快六十岁的她却依旧气场全开 红毯完全不输一些当红小花 红毯上的刘嘉玲保持大气和优雅 而颁奖典礼上的她就变得更大胆 身穿时尚品牌2024春夏龙虾装 成为舞台上的话题所在 这个龙虾造型整体极具反差感 让人很难不注意到她 死气沉沉的颁奖礼 一下子就热囊和有活力了 有网友调侃刘嘉玲 是在致敬与龙共舞的叶德贤 于安安 邓丽星 陈磊 连明珍等女艺人也都盛装亮相 红毯状态保持得都不错 造型也与她们的年龄和风格气质相契合 关于我和鬼变成佳人的那件事剧组 登上金像奖红毯 许光汉一身黑西装造型优雅帅气 小尸发造型让整个人状态饱满 胸针设计非常强眼 许光汉心情大好 面对镜头身是挥手 她的出现引发了现场观众的一片尖叫 虽然金像奖红毯整体来说星光不足 但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改变了颓势 这个人就是女星安吉拉贝比 作为颁奖嘉宾 安吉拉贝比携手方德伦一同亮相红毯 为了这一次的红毯 安吉拉贝比显然做足了功课 一身白色路肩高定长裙十分抢眼 又万多的项链做点缀 手表借着裙都到位 一身行头压住了红毯上所有的女性 不愧是红毯的定海神针 不得不说 35岁的安吉拉贝比确实状态拉满 直播镜头下颜值能打 时尚表现力这一块也非常亮眼 用粉丝的话来说 安吉拉贝比这张脸就是时尚的单品 对于安吉拉贝比出现在金像奖这件事 网友们的评价两极分化较为明显 有人拍手叫好 有人则嘲讽不断 喜欢的人认为 各大红毯不能少了安吉拉贝比的身影 她每一次出场都不负重网 如同美神降临 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 红毯上有了她 就多了一道风景 而不喜欢的人则认为 安吉拉贝比这样的艺人不适合出现在主流电影奖项活动当中 没演技 没作品 个人看秀遭到封杀 团队在努力营销也依旧会凉 安吉拉贝比因为看秀仪式惹了麻烦 圈中资源全面下滑 个人事业也跌入谷底 金像奖和安吉拉贝比的这一次合作可谓双赢 金像奖需要安吉拉贝比这样的话题女星带热度 安吉拉贝比同样需要这样的红毯活动来扭转口碑 安吉拉贝比虽然很久没有登上红毯了 但这一次回归造型和状态还是保持惯有的水准 粤语方面也下了功夫 话题方面更是成了赢家 一出场就轻松拿下热搜第一 凭借这一次活动 安吉拉贝比也可能吹响全面复工的号角 除了红毯外大家关注的金像奖的各大奖项也新鲜出炉 读舌律师获最佳影片 郑宝瑞获最佳导演奖 红金宝获终身成就奖 白日之下和金手指两部影片成赢家 梁永婷凭借电影白日之下获得最佳女配角奖 江大卫同样凭借电影白日之下拿下最佳男配角奖 最佳女主角的争夺基本没有太大的悬念 宇湘宁 王丹妮 魏诗亚 钟雪莹 谢安琪五人入围 她们都不是表演科班出身 宇湘宁的实力明显在另一个层级 宇湘宁在白日之下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角色塑造立体饱满 表演贴合人物 她已经把香港电影导演会年度大奖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两枚影后奖杯收入囊中 拿下金像奖影后也是实至名归 最佳男主角的争夺就显得异常激烈 黄梓华 梁朝伟 卢振业 林宝一 大鹏五位入围者都有拿奖的实力 不过综合来看 白日之下的林宝一和毒蛇大壮的黄梓华夺奖呼声更高 两个人的表演无可挑剔 角色也有所突破 塑造的人物形象更耐人寻味 遗憾的是 唯一没有到场的梁朝伟笑到了最后 他凭借金手指中成一言一脚拿下最佳男主角奖 值得注意的是 这也是梁朝伟在金像奖第六次封地 此前他凭借重庆森林春光乍兮花样年华 无间到2046拿过五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时隔19年后再拿金像奖影帝 梁朝伟继续刷新自己创造的记录 不过网友们对于这个结果并不买账 很多人直言 这是金像奖顾不自封 梁朝伟当影帝没问题 但是靠金手指拿奖没任何的说服力 林宝仪 黄梓华更值得一座影帝奖杯 大鹏虽然入雷 但依旧是陪跑者 内地男演员在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这个奖项上还是颗粒无收 能入围就是肯定 大鹏在金像奖红毯上开心地跳了起来 他显然对结果已经看得很淡然 金像奖颁奖典里还有一个戏集让人感动 组委会特别设置了纪念环节 缅环离开我们优秀电影人 伴随着月光爱人的背景音乐 包括李文、周海妹、李颖、韦韦、黄勇玉等人的画面纷纷出现 让人瞬间泪目 第四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顺利落下帷幕 关于这次获奖名单 不少观众都在热议 其中热议最多的一点就是电影读蛇律师有点太惨了 几乎全场都在陪跑 如果不是最后拿了一个最佳影片的大奖 这部毒蛇律师真的可以说在这场颁奖典里上颗粒无收 除了这个点外 整场颁奖典里看下来 大家还有一个点争议最多 也是非议最多的一点 那就是影帝大奖凭什么给了梁朝伟 大家都认可梁朝伟的演技 也都觉得梁朝伟拿影帝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这一届金像奖 梁朝伟凭借在电影金手指中的表现 居然击败了毒蛇律师的男主黄子华 确实是让很多人不服气的 一个是梁朝伟在电影金手指中诠释的角色层次真的一般 甚至可以说 完全就是梁朝伟众多电影作品中最最普通的一部 反观黄子华这次在毒蛇律师中的演艺 不仅仅让人眼前一亮 还让所有观众都记忆深刻 从观众最直观的角度来看 只谈演技 只谈表演 黄子华这次绝对是碾压了梁朝伟的 也难怪金像奖影帝名单一揭晓 网络上一片声音都在说 金像奖现如今就是在分猪肉 在讲平衡 而比网友更直接的 还是导演王晶刚刚发的一条关于金像奖的评论 他赞同这次金像奖其他奖项的结果 他觉得都是实至名归 唯独让他不满意的就是金像奖影帝的结果 在王晶看来 这次的金手指绝不是梁朝伟最佳的演出 对于这次金像奖把影帝颁发给梁朝伟 他觉得有点过火了 因为这次梁朝伟的表现 比起2046 还有色界来说 都差了很远很远 最后王晶还给出了他的建议 他觉得梁朝伟应该效仿一下 当年的谭永琳和张果荣 宣布不再领奖 把机会给年轻以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